国二女生吴依荣跟陪跑员学长 在田径场上练习百米赛跑 速度相当快 如果不是因为手上拉着引导绳 一般人根本看不出吴依荣是全盲选手 你都没有跌倒过 就没有 就是完全的信任陪跑员就对了 吴依荣学跑步才两年多 这个月就在全国中等学校身心障碍者田径赛 以14秒50拿下国中女资组100公尺冠军 和上一届全国伸脏运动会金牌记录只差不到0.3秒 8月1号他就要在全国伸脏运动会上 跟成人国手同场竞技 就会紧张 会紧张怎么办 你怎么去克服你的紧张 就跑 就是跑就对了 希望明年的亚青可以参加到 会不会担心他跑得比你快你怎么可以 要担心了一阵子还好 虽然暑假还要每天练习相当辛苦 但吴依荣并不想放弃跑步 在田径场上全力奔驰 听着呼啸的风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是吴依荣最快乐的时刻 真真的是 我这有意外的风声和自己的心跳之路 呼啸的风声和我 дисsyr0 进入爬命的风声和自己的风声和谐